字幕志愿者 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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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离开了是不是 阿 好吧 反正你坐在哪里 你还是要听得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我們要解怎麼樣解Laplace Equation 我們下一堂課要考試嗎 好的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在第一堂課 不是第一堂課 在之前第一章裡面 我們已經知道就是說 這個Laplace Equation 的部分 是我們接著要探討的部分 那在探討Laplace Equation 為什麼要探討Laplace Equation 是我們首先要知道的 那從這個Must-Wave Equation 你已經知道 Diversion D是等於Row了 那C1等於0 這個條件就是你靜電的最主要的條件 OK 那我們也知道說 在這個靜電的條件的時候 我們會得到我們的電場E 是負的gradient V OK 那從Displacement Vector 你也很清楚的知道 我我Divergent Ishion E 是等於Row的 OK 所以你會把它放進來 我們會發現 我們說你的Divergent Ishion E 的部分把它放進來 負號把它移出來 Gradient V 是等於Row 那這個關係式的部分 其實有一個地方是 你這個Gradient 不只要對你的Gradient 做Gradient 還要對你整個的這個Gradient U 那個Potential的部分 做你的Gradient的部分 蛤 什麼呢 有什麼問題嗎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 首先 我們可以知道說 Ishion 假設是一個跟位置相關的函數的時候 那 Divergent 對它來講 是要作用的 那如果它不是一個位置的函數的時候 那我直接 你們現在這個是一個Beta 好 這個是一個Scale 但是它是位置的函數的時候 其實你是 OK 那後面的部分呢 會有一項 然後一項的 欸 對不起 會有相關的 那如果它不是位置的函數 這一項就會是0了 那不只剩下前面的這一項 這Dot沒有的 那剩下這一項的時候呢 我們就很明白的 直接就可以寫成是等於周 換句話說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寫成 負的Ishion Role 這個關係式 這個關係式就是我們 講的Parsan Equation OK 這是我們的Parsan Equation 那 Role 在之前我們已經定義的就是 我們的Valent Charge Density的部分 那你要解這個Equation 是不太容易的 好 那我們為了要去解這個Equation 那首先呢 第一步的部分 我們先去解一個比較容易的Equation 那這個容易的Equation呢 就是這邊是等於0的情況 好 那如果這個是等於0 OK 那 我們就把它稱為這個叫做 Parsan Equation OK 所以 我們先學 你要怎麼去解 Parsan Equation以後 你再接著去學 你要怎麼解Parsan Equation 好 這是兩個步驟 那 現在後面的部分 我們就說 我們看 要怎麼樣去解 Parsan Equation的部分 好 那 基本上面的話 你要解 Parsan Equation 我們有幾個方式 我們現在 已經學過 大概最常用的就是三個坐標系統 那這三個坐標系統的部分 就是一個Parsan Equation 好 這是直角坐標系統 那直角坐標系統 你的Parsan Equation Parsan Equation 是怎麼寫 Parsan Equation Parsan Equation 已經忘了差不多是不是 你就是要解這個東西 OK 那Parsan Equation Parsan Equation 直角坐標系統裡面 那如果是在 炎柱坐標系統 好 那 在直接炎柱坐標系統的部分的話呢 那你的Parsan Equation 如果忘記的同學 回去查一下 回去查一下 所以 你接著你要學的 你要解的方程式 Parsan Equation 就是要令這個等級 好 那如果 求坐標系統 求坐標系統 那在求坐標系統的話呢 就變成R平方分之1 R平方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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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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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 然後再 你就是要解這個東西 最简单的就是这样子讲 那要解这三个equation 是我们接下来这个chapter里面 所要讲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你要解这个equation的话 这是三度空间的 那我们先看看一度空间怎么解 再回到三度空间怎么解 那这一度空间 我们说一度空间怎么解 那一度空间的话 V就是直接是只有一个变数而已 对不对 那我们说Laplace V 基本上面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是全为分 它等于0 应该没问题吧 那这个V是等于多少 比平方 比x平方是等于0 我说D dx的d dx的v dx是等于0 这个东西对x为分等于0 它会等于什么 常数嘛 所以 d dx dx它是等于常数啊 C1是constant啊 好 那Vx C1 dx 两端取积分 这个左端的部分是不是就是Vx 右端的时候是不是C1x加上C2 所以它就是等于C1x加C2 很明白的 你看到的它是一个 这个linear线性的关系的部分的话 当我的potential如果是线性关系 我一定就符合Laplace Equation OK 这是第一种 那接着 Two Dimension呢 我们先把这个Two Dimension的情况的话 我们所应用到的 我直接可以看到就是说 你这两个平行板 OK 那这是负的 这是正的 然后我现在接 我外接一个电压 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 在这个系统里面 其实 我就是必须要去取 我的Laplace V 是等于V是等于0 我把我的X方向定成这个 我就必须要去解它 那因为你现在内部里面是没有电压的 所以在这个区域里面 它的potential 它的potential 它没有电压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我已经插掉 我们本来Laplace V 是等于负的一九零分之Zo啊 但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并没有Zo 所以你在这个区域里面 要解的就是我们的Laplace V 是等于0 那你要去解这个Laplace V 是等于0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你解出来的结果 VX的部分 是等于C1的X加上C2 当然你很知道的 这是0点的部分的话 那X等于0的时候 假设你是性为0点 那我们在D值的部分 VD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看到 X等于D的时候 是等于V0 所以依照这两点 你把它带进去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C2是等于0 而C1的值呢 是等于 这个V0除上D 换句话说 你在那里的 在这个区间范围的Potential VX是等于V0除以DX 再加上C2 C2是等于0 它的分布是linear的分布 电压慢慢慢慢增加的情况 这是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 你一旦Potential解出来以后 我们刚刚已经有 礼拜一考过了是 Potential解出来 你电厂当然就知道 电厂就负的Gradian V 那你就知道说这里 负的Gradian V的话 对X为分 对X为分 你就可以把电厂 求出来了 好 这是我们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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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空间的 Laplace equation的解法 那 同样的一个情况的部分的话呢 我说 我也可以有一度空间的 这个 Laplace的解法是 属于 是一个 炎柱坐标系统 或者是球坐标系统 那为什么我说 可以这样子的想法呢 我说如果我有一个 好 我说我有一个球 OK 那我的球 它的电荷密度呢 内部的话是 负周零 那外部的话是零 当R大一 大R的时候 R小一大R 这是我们的 里面的 这个R的部分 R整个R 这是负周零 那这里 R是等于0 所以 你现在发现说 你的R已经知道以后 那接着什么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 Parsan equation 告诉我们 是一凶零分子中 所以 你要解的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 R大一 大R的区域 在这个区域范围里头 如果 Gradian BA V 因为R等于0 你其实是要解 Laplace equation 另外一个区域范围 另外一个范围 用的情况 OK 好 那接着 我们刚刚已经说 我们从最简单的部分来看待 我说 Gradian B 是等于0 这个部分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针对第一个部分 R大一大R的部分的话 你现在看到 你要解的是什么 解的是 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球坐标系统 所以 我的Laplace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啊 这已经不是0哦 OK Laplace是这样子 把它 Laplace是这样子的话 由于我的potential V R θ5 基本上它只是什么 R的函数而已 它不是θ跟5的函数 对不对 所以 你这个potential 这边少了一个V 对θ为分 跟对5为分什么 它都0 只剩下的是什么 前面这一项而已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要解的部分是 R平方分之一 RRR R平方 RVR 这个等 就是 你在 这个R大一大R的区间里面 你要解的 那R平方分 乘以0 就少掉了 就剩下 你要解的方程式是这样子 换句话说 我的R平方 比V 因为我只是R的函数 所以我可以把它变成全为分 它应该要是等于C1 那 VR 对R为分 也就变成C1除以R平方 OK 好 那到这边 接下来应该会做了吧 VR的部分 就等于 R平方分之C1 比R 两边拟取积分 OK 那 我们看到的 这边积分出来的结果 左边的部分是等于多少 左边积出来是不是不一样 右边呢 是负的R分之C1加C2 对没问题 好 那接下来会有同学问说 C1是什么 C2是什么 我们现在C1是不知道 C2也不知道 没有错 但是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equation 是R小于大R的equation OK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第二个部分 是R小于大R的部分 那R小于大R的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要解的就是 负的H分之周理 那由于potential是 C2是对称的 所以只有R的函数 同样的这一项 是等于0 这一项也是等于0 所以只剩下那一项 那 它变成R平方分之1 LongLongR的R平方LongVLongR 这个呢 是等负的一项分之周理 这是我们要解的 这是我们要解的这个方程式 很简单的 是因为V R R 是等于V 所以LongV LongSita 跟LongV方块 它等于0 那我们把针对这个方程式 那我们把针对这个方程式 因为你只是R的函数 所以我都把可以变成全为分 LongV LongV Divided R 是等于负的一项分之周理 这个二分之R的三次方 加C1 我那边已经用C1了 所以我这边要用C4 实力 也是一个不定积分 对不起 应该这边是3 OK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 第一个 解 同样的 所以你把R平方 把它移过了 就是Divided Divided R 是等于负的三一项 R LongR 再加上R平方分之C3 那一样的 我两边再起积分 然后把积分以后的话 然后把积分以后的话 我们这边的Potential V OK 它就等于对R积分 负的 6一项分之后 6一项R平方 6一项R平方 這個potential 得出來的結果 跟這裡potential 得出來的結果 你在R等於大R的時候 兩個應該要什麼 相等 所以我們必須要符合potential的聯繫性 我們可以看到 VR是等於負的大R分之C1加C負 那也就等於負的6 一雄 R0 這邊好像 沒錯 六一雄 R0 R 平方 減掉 R分之C 所以加C 錯 那這邊都是在大R 這是第一個equation 你已經知道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你要把這些C1C2C水C4 你把它弄出來的話 第二個部分 我們說 我們說 我們的電廠 跟電位的關係 電廠是等於 負的軌點V 所以 所以 你把你的電廠的部分 放進來 我對這個R方向微分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變成是 我們就變成是R平方分之C水C水 不是我們已經知道 C1不是C水C OK OK 那同樣的這個 我們也可以求出 我的電廠 電一個 是等於附的軌點V 那你就把它軌點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 負的LONV tér的部分 那也就是负的R 你把它尾分 就变成负3190分之R0 R再减掉R平方分之C负 他负负把它提到外面 就是正的 所以 电场的部分 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是 R项量的3190分之R0 R加R4 R平方分之C4 那对这个电场来讲的话 有一个部分 是你必须要知道 我说 在R等于0的时候 你的电场要final 那你看到了R等于0的时候 现在你电场final不final R等于0 他这边会发散掉 对不对 所以除非C货要等什么 0 OK 不然你这个电场在中心的地方的电场就变无穷大 所以 当你的电场要final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你会要求 R等于0的时候 我们现在 负R 的R平方分之C4 这个东西 除了它无穷大 不然它就要0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C4要等 就是我们有四个变数 你必须要有四个方程式 来把它carry out出来 那当你C4等于0的时候 当然这一项你就等于0 OK 那你接着 你再用你的Bunday condition Bunday condition已经很清楚的在告诉你 说 如果 我的电场 的 第一个戒指的normal方向 跟 第二个戒指的normal方向的电场 我说 为什么要它等于0 相等 你们应该还没有忘了那么快 我说戒指一跟戒指二 你要符合什么 符合 对 要符合Bunday condition 边界Bunday condition N 那N呢 Dot D1减D2 它要等于 Surface Size 就是在这个 你的 面电荷的部分 那在这里 我们看到 我们并没有说 这个电荷分布 有面电荷的分布 所以 你知道这个是等于0的 在这个例子里面是等于0 当它等于0的时候 N方向Dot 就是D 1的部分 那两个部分的电戒指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放进来 OK 所以我们所两个的电场 实际上我可以把这个 两个的电场放进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看一下 这里有点 一雄灵 外面的这个戒指的话 外面的部分 我用一雄灵 里面的话 用一雄好了 这是1 2到1 2到1 所以2到1 如果我用normal方向 这个2 那2是一雄 外面是一雄灵 OK 那你就把它带进来 放进来算 就把它放进来 电场的部分 OK 电场在里面是2的部分 你把它放 第一 对不起 第一个的部分是R 然后 R平方 C1 然后一雄 这R平方 R方向可以把它拿掉了 就等于一雄 N2的部分 就在这边 那 C4已经等于零了 这一项已经等于零了 所以变变成是 3一雄零 R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把C1算出 C1的值 你把它算出来 我如果比较 简单的话 全部的东西我都放在一雄灵里面好了 你就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就C1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R R 3次方 2 3 一雄一雄消掉 3一雄 R0的 R3次方 这是两个东西 你已经出来了 C1的部分也出来了 OK 然后再来 这是第一个Boundary Condition 第二个Boundary Condition 第三个Boundary Condition 第再来的话呢 第四个Boundary Condition 第四个Boundary Condition 我说 Potential R 趋近 以无穷大的时候 R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你应该 是Final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当R趋近无穷大就是什么 在 这个 R趋近无穷大的情况之下 R趋近无穷大 所以 C2的部分是Constant 当R趋近无穷大前面已经没有了 C2是Constant 它还是一个定值 所以我们为了方便起见 当R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只是一个什么 电位能的常数值 你可以把电位能的常数值 定成什么 你是 当R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是等于什么 等于0的 所以我们说 当它是Final的时候 我把这个Final定义成0 那我就等于 是告诉你C2是等于0 是告诉你C2是等于0 OK 好 这是 我们在 啊 这个 几个 几个Banggly Conxion C2也出来了 啊 然后 C4也出来 C4 C1 C2 那 从这个equation里面 你就可以解出C3 OK 因为C4是等于0 C2等于0 然后C1 C1 是等于这个值 所以你C3就把它移向过去 所以我们从这里 C3的值 就等于 C1 因为C1 d3 A1 G2 C1 Final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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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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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平方 所以你把它稍微的整理一下 这里有一个 你把它整理一下的话 R平方消掉 所以这边 所以吸数力的值的话 就是负负得证的部分 也把它放进来 3分之1加6分之1是等于 2分之1 没有3分之1 我看有没有 证负号有没有弄错 负 这个是负的 R分之1 315R平方 再把它移向过 加6 15R平方 所以负的3分之1 哪一个N2 有一个负号 对不起 这应该是减 谢谢 这个应该要等 哪一个 哪一个 这边 外面 外面 戒链常数怎样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样 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 恰吉 放在 这个空间里面 那 这个空间 它其实 戒电常数都一凶零 我并没有 我没有把这个恰吉 是放在一个 戒电值上面 OK 你也可以把说 我这个戒电 把这个恰吉 是用一个戒电值 包起来 如果你这里面 是一凶 这外面 是一凶 这个就是戒电值 对不对 我只是把 这里面的恰吉 集中在一起而已 还是在真空里面 对 所以里面跟外面 都一凶零 你说里面 的戒电常数 也是一凶零 里面外面的戒电常数 都没变 哪个二次围分 就是你的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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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为什么 里面有 小一R 是有 有 恰吉 没有没有没有 在这个范围 我把一群恰吉 把它变成是 好像一个球一样 那至于说 你怎么样 把这群恰吉 花了多少功夫 把它弄成一个球 那是另外一回事 要探讨的 我只告诉你说 我现在有一个charge 把它集中起来 放在一个球 其实这个model 这个model 是最早期的原子核模型 最早期我们不知道 正电荷 铺电荷的部分 铺电荷在这里 我只知道说 这个东西 我把它 好像是一整团的球 均匀昏布在这 这个 这个 这个球形里面 charge 就是面包 葡萄干的模型 一样的 对 也就是说 我把 一群的电荷 反正我用什么方法 你先不管 我把它集合起来 然后放在一个 就是在这个球 把它捏成一个球的样子 题目就这么简单 但是它还是在真空里面 它没有戒指 它的电荷密度是多少 它电荷密度是 互周零 对 这样能够理解 好 等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负号 等一下 我现在算一算以后 是插了一个负号 我现在在想 在找这个负号 在哪里产生的 D1 D2 负的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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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丙方问之C1 三一雄 哦 这边没了 这没错 哪里有问题 哪一个 上来告诉我 我现在是当即者迷 你们是旁观者亲 这个C 这个是C过 归典以后 R小与R0的情况 所以这是C货 对啊 C货 第一,你這邊E是gradient V,那C或是常數,gradient以後就... 謝謝,這是C水 對,所以這是C水 所以這邊是C水 所以這是C水 所以這是C水等於零 對,換句話說這是C水等於零 我們要算的是C貨 C貨是等於這個 C1已經算出來了 C1是這個 這邊就沒有了 C貨就等於負的R分之一的R屬於R三次方 再加上6190分之R0的R平方 那你就可以把C貨算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把C貨算出來了 R平方 對,這邊消掉了一個 那就是可以了 那你就是把它算加加減減就得到了 R平方R0 照這個算出來的話是負的三分之一再加六分之一 所以這是6190 OK 但是我覺得這個答案是怪怪的 你現在把它綜合起來的話 那我們的電場在R小大R的情況之下的話 是等於三一零零分之R0R OK R大一大R的部分 OK C1把它帶進來是 C1把它帶進來是 三一零零 然後 R0 R三方 R平方分之一 OK 這是我們的電場值 這個電場值 基本上面這個電場值是我們非常熟悉的 因為 我們平常這個model 是在原子核的 在發展過程當中 常常被引用的一個model 就是說一群電荷你把它均勻分布 那它的電場 其實在 R大一大R的時候 它是 跟 電場是跟R 成正比 R R大一大R的時候 是電場 反比 平方反比 R小一大R是 成正比的部分 所以它的電場 所以它的電場 的大小跟R 是有這樣子的關係 OK 那potential的部分 一樣的 你可以把你的potential 放進來 那你也可以去把這個potential的分布寫出來 你們自己去check一下 從我們剛剛的例子裡面 我們知道我們要解我們的potential overall space 不管你的charge是怎麼分布 剛剛那個例子是什麼 你也可以用你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你這個全部積分積起來 就是在第二箱裡面 你們都考過試了就可以做了 那做出來的情況 這是解laplus equation 跟paisson equation 是另外一個方法 但是你在解paisson equation 跟laplus equation 的時候 注意一件事情是 我們用了一個什麼 你一定要連續的boundary condition 一定要進來 OK 那這個boundary condition 你在進來的時候 某些判斷是 你必須要去做判斷的 那我們接下來 要探討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好 譬如 我說 我要解 這是一個conductor 那我說 外面一點的這個電位 你是已經會解的 但是 如果我外面呢 這是一個conductor 外面呢 我再加一個電荷進來 那 你電位的分布是怎樣 同學們可能馬上會想到的是什麼 原來沒有這個 這是一個conductor 沒有這個電荷的時候 這個conductor是什麼 這個電位是均勻分布的 對不對 等電位 導體是等電位的 現在 在 說一個conductor進來以後 它對它會不會有影響 會不會 一定會有影響 對不對 那怎麼樣的影響 你可以想像到的是什麼影響 表面電荷密度 表面電荷密度不一樣 表面電荷密度不一樣 這上面的表面電荷密度會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 這個是正Q啊 在這裡面的表面電荷的分布 已經不是 但是 只有它是什麼 potential是constant的 因為 它上面的表面電荷會受這個Q影響 如果這個Q呢 離得遠遠的 那當然它不甩它 它意見的時候 這邊的電荷就會什麼 你會發現它的電荷就 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你們 啊 這邊拿一個磁鐵 然後這邊是什麼 那個鐵砂一樣 你會發現 磁鐵的 這個 這邊的鐵砂 會慢慢的 靠近這個Q 對不對 所以 基本上面 在這個表面上面的電荷就不一樣 這是我們未來 就是要探討的 類似的問題 那你要探討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就想問一個問題 我們在求 我們的potential SYZ 用不同的方法都可以解它 那它是不是唯一的 換句話說 A方法也可以解potential B方法也可以解potential 那到底potential 用不同的方法解出來的potential 是不是要一樣 一定要一樣對不對 如果不一樣 那就表示什麼 對 那就沒有意思了嘛 所以 看起來好像這個是什麼 很trivial 很理所當然的 他如何證明 靜電位的解是唯一的 蛤 你如何去證明它 我說 我說 OK 一個解 它的這個 滿足parsang equation的解 那它給的 boundary condition 那它給的boundary condition 那它給的boundary condition 這個解呢 是唯一的 這個解呢 OK 那我們接著 你去探討它的時候 也許我同學會告訴我說 不管你是什麼方式去探討 好 我這個電荷的移動 那電荷去來聚集的部分 如果我能夠證明 我所有的boundary condition 所出來的解 是唯一的的話 那我接著的探討就是說 我不管給你的問題是什麼 只要你有能力 你有一種方法 你就可以解出你的解出來 那這個解的解法 就有很多種 那在證明這個issue之前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其實很簡單 我說 如果它都是它的解 不管任何的系統 OK 那我說 在這個系統底下 也許是在界電子裡面 那它的charge是ro 那它有兩個解 那這兩個解呢 我現在要證明的是什麼意思 我要證明的就是 V1的解跟V2的解 是一定要一樣的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 我不可能再去找一個 隨隨便便的解是它的解的情況 那 對這樣子的issue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把這兩個解 你A同學說 他也是他的解 B同學說 他也是他 其實這兩個解不要講 兩個解如果不一樣 就表示有一個人是錯的 好 我們把它加 加減減 V1-V2 是不是要等於0 那 當它等於0的時候 我把它 V1-V2的值 叫做VD 那La Plus VD 它要等於0 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結果 La Plus VD等於0的話 是 A B這兩個 我們都還不知道 它是不是相同的solution 反正A等於B也好過 A不等於B 它都會等於0的 那我們把 La Plus VD等於0 這個部分呢 如果 我們把我們的 這個 前面交過的 向量的部分 我們把它拿出來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兩 La Plus VD 可以把它寫 寫成VD La Plus VD 再加上 這個的絕對值平花 這是它一定成立的 那 這是數學 這一項等於0 在這個條件底下 你知道它是等於它的 那它等於它呢 我們可以看到 兩邊起積分 OK 這個關係 你把它兩邊體積分 都是對八人積分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一般的Potential VD 它幾乎是跟 R分之一成比例的 那 對它 微分一次 這一項就是 R平方分之一 再乘上 R分之一 OK 再起軌點 你可以知道 其實 這個軌 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呢 你會發現說 我如果 只針對這一項的話 我就直接把它用 Diverging Theory VD Gradient VD Dot N N是什麼 N就是你的 Surface的Normal方向 就是包圍這個 Bottom的Surface OK 這Surface 那這一項 你現在是R三次方分之一 對Surface而言呢 你把它包圍起來 Surface大概是 R平方的Factor 我們看到你把它積起來 這個是R分之一的Factor 所以 我的Bottom 取到 非常大的時候的 我會看到 它Limiter R趨近於 五重大的時候 這個積分 它是趨近於 OK 當它趨近於0的時候 代表這一項 也要趨近於0 那我們現在 我們看到 它這一項要趨近於0 這是對體積的積分啊 你不管這個值是多少 但是它絕對值平方 一定是大於等於0的值 那你又要求它趨近於0 對整個區分 對體積積分 大於0 大於等於0的值 加起來要趨近於0 唯一的條件是 就是這個東西要等於0 這個東西要等於0 它等於0的意思就是它要等於0 也就是這一項要等於0 OK 那它等於0的意思是什麼 它等於0的意思就是 我們的VD VD gradient是等於0的話 VD就代表它是一個Constant Constant的意思是什麼 Constant的意思是說 我們剛剛已經講 VD是這個值 也就是說這兩個值 唯一的不同 V1跟V2的不同 是加了一個Constant 這個Constant可以是0 也可以是其他的值 所代表了 A同學算出來的Potential 跟V同學算出來的Potential 唯一的不同 可以你的其實點 你的Potential Reference 是不同的點 但是它的解是什麼 唯一的 OK 這樣能夠理解嗎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條件 底下的時候 你就很放心的就是說 我們的所有Potential 怎麼算 只是可能我們 Potential的Reference 這個參考點 這個參考點 Reference Point 是可能不一樣而已 那其他不應該會有差別以後 那我們接著我們就看到說 我們剛剛已經解了 第一種方式 只有1Dimension喔 還沒有講3Dimension以前 你看到我們在解1Dimension的時候 你在解Laplace Equation 跟Potential Equation的時候 我們很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我們要把我們的Boundary Condition 放進來 這就是我們上一章裡面 為什麼Boundary Condition 是這麼重要的原因 你一定要把Boundary Condition 用進來 那接著我們下面要探討的東西 就會去針對這個Boundary Condition的條件不同的時候 影響我的Potential是什麼樣子 因為你要把Boundary Condition 條件放進來的時候 常常你要去判斷 你這個Boundary 影響的Potential是怎麼樣的分佈 譬如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不能再假設這裡的Potential是什麼 Constant 這樣理解嗎 所以 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主題 第一個 我們叫做 影像電荷法 那為什麼像影像電荷法呢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給的條件 給我的Charge 放在這裡 我說 我上面的Potential的分佈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Conduct 這樣的系統 就跟 我這個Conduct呢 我這個Conduct呢 感覺不出它的存在 然後是什麼方式 好吧 你就把它當成是一個 我這個Conduct呢 這個影子好了 那這個影子呢 所對應的東西是什麼 正Q 這負Q 我把它寫得漂亮一點 那它的什麼樣 它的Potential是這樣子的對應 OK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Potential對應 你們每一個同學都知道 這是正Q的電荷 這是負Q的電荷 這是負Q的電荷 這是電力線的分佈 好 有沒有它存在 它的 它沒有存在 正負電荷 它的電力線分佈就是這樣子 現在有它存在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在這個Conduct上面 上面的電力線分佈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白色區 這樣能夠理解嗎 所以 實際上 我在這裡看到的 它其實就是這樣子的電力線分佈 我的Potential 隨著 隨著 位置 我們就把這一個Charge 就叫做 ImageCharge OK 它有沒有問題 這是結果 這是結果 那接著我們就要來看 我們怎麼得到這個Charge 這樣子的結果 到這邊 問題很簡單 你這是一個Conduct 外面一個Q 你的Potential是怎麼樣子 我說它最後Final的結果 就好像它這個Conduct不存在 但是 是有一個ImageCharge 在這個位置上 對等的位置上面 然後它跟它形成了一個 這個交互作用的情況 這兩個系統是一模一樣的系統 OK 好 好 這是結果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對這個結果來講的話 我說這是X軸 然後這是Y軸 第一件事情 我的Potential 這個XY軸 是等於V 當X等於0的時候 Y軸 我把它接地 因為我Potential 可以說我有一個基準點 那 我說它是把它接地的 OK 那沒有問題 這是我的假設 這是我的假設 第二個部分 你永遠不會 錯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當Q 在這個位置 很遠的地方的時候 我的Potential 我的Potential 就趨近於R平方分之Q 大學的Q 當R 趨近無窮大 當R 趨近無窮大 的時候 4π190 R分之Q的部分的話呢 它要去進入 OK 因為它已經光了 然後它是無窮大的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 我們會看到 XYZ 因為這個是一個對稱的系統 那Y把它變成負Y的時候 它是應該一樣的 然後Z Z的話方向就是這個方向了 然後 然後